-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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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到了一家人 - 叫 - 叫 - 叫 - 各位觀眾朋友 好久不見 - 給我一點掌聲吧 -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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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前的事情啦 最後一次的標題也蠻妙的 可以算是給我現在的提醒 欠了太久 我自己都想像不到 那到底這一陣子我到底忙了些什麼 又有一些什麼改變 大家也知道我這個拍片不是很穩定嘛 那為什麼我拍片不是這麼穩定呢 啊就是因為怎麼樣 很累 拍片真的很累 然後想腳本也真的很累 那我又是一個很平感覺的人 那靠感覺是絕對不能吃飯的 所以我這兩年的收入 也不是很樂觀 大概就跟我衣服一樣 非常緊啊 但是我也做了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譬如說做音樂 像在2020年我在9月10月的時候 發行了我另外一個單曲一廂行樂 在去年的時間我也參加了大嘻哈時代戰 在今年呢我打算重啟我的YouTube頻道 接下來會有一系列不論是笑話 或者是其他的企劃 也請大家敬請期待 總而言之 這會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也請大家對我有信心 也希望自己能夠繼續帶給大家歡樂 OK 好既然那麼久沒有講笑話 我們今天就來個小話三連發 有一天貝殼 過年了 要回到我家 遇到他媽媽 他就說 I'm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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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第二則笑話 請問打死你泡最瘦 衝脫泡 因為 衝 衝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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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笑話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時候 樓上突然傳出了夫妻在吵架聲響 而且我聽到有小孩在哭喊著 爸爸 爸爸你不要打媽媽 你不要打媽媽 爸爸你不要打媽媽 我聽得很緊張啊 我想說我是不是該拿手機報警 結果我又聽到小孩哭喊著說 爸爸你不要打媽媽啦 你不要打媽媽啦 你會 你打不過媽媽 好 給我一個帶姿影的 救 我喜歡 好 好 給我一下 哈哈